12个港人涉嫌偷渡在内地水域被捕 部分被捕人士的家属说 到现在未能够知道家人的情况 促请当局协助 包括将他们带回香港 入境处说12个人的情况良好 中国海警上个月底公布 在内地管轄海域 捷获十几名涉嫌偷渡人士 本港当局之后捷获相关的通报 据了解12名港人上个月23日 由西贡布代澳出发 打算潜逃到台湾 途中在果州群岛对出被截获 部分人涉及暴动罪 或者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正是保释后审 其中6名被捕港人的家属 由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陶锦生陪同 召开记者会 表明不回应任何涉及相关案件的内容 有家属说曾经致电内地多个部门 对方说要亲身到场了解 或者透过香港警方 也有人说曾经致电香港驻月办 对方说难以跟进 有家属就说已经委托内地律师 并按要求提供相关的公证书 但被告知被捕人已经零聘律师 有家属就担心被捕人有酵喘 未知内地当国会不会提供合适的药物 促请相关部门跟进 很多人都担心 又很多人担心她的病 还有好像没有药物给她帮她的时候 她在香港可以帮她们下来 带她们回来香港 至少我们不用见到那里 可以见到她 入境处说至今次获十名港人的家属求助 经驻月办了解那十二名港人的身体状况良好 以及已经聘请内地律师 对于部分家属提出当时人的药物需要 处方已经向家属解释 可以将他们的书面诉求向内地机关反映 亦都可以向内地转达 家属想交书信给当事人的要求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